的部分就是以政府 他這個國旅補助金用慶為主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補助的部分 我們就是以當天最大的一個監數 當然就是以就是訂房滿為主 跟飯店類型不同 旅遊達人分享到民宿想用補助 被告知當天有房 但補助房已經沒了 事後才知道政府補助的是 合法申請房監數 如果超過額度銷售 就怕到場才發現補助不能用 還有人碰過詢問價碼 原本報價一千六 說要使用補助卻貴了兩百 以旅數來說上路四天使用十萬間房 等於花了1.3億預算 預估九月底前經費用完 55億也包含遊樂業打出最優惠 全台18家主題樂園參加 全票種都能打三折 暑假開始同時加上了 交通部觀光局的國旅補助 馬拉灣以及探索世界 在平日增加大約四到五成 7月15號到7月20號 四天的一個平日的一個部分 大概這18家已經累計11萬8千 將近12萬的一個遊客人 肆意補助以目前踴躍程度 估算同樣9到10月經費用盡 畢竟是先搶先贏 手腳得快卡位於定 TVBS新聞中的環境聯盟特別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